我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呢 有一个考古学家 他在考古的时候 发现了一届人类的大褪骨 上面有修复并且愈合的痕迹 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不要去 我就是在跟你讲 我为什么要去支援 我能说了吗 那 骨骨呢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褪骨 它支撑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力量 一个骨骨受伤的人 是不可能直离行走的 而在那个时候 一个骨骨受伤的人 是不可能自己活下来的 寒冷 饥饿 以及四周围的野兽 随时都有可能要了它的命 而专家发现的这一节骨骨 上面有愈合的痕迹 这说明什么 有人发现了这个伤者 并且把他带到了温暖安全的地方 细心照料 给他食物 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莎莎 莎 互相帮助 在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就有了 如果没有 我们可能都不会有今天人类的文明 可能说得有点大了 你就当 是个男人的超人梦吧 我 喂 灵溪 你明天有空吗 我想请你帮个忙 不行 你不能去 这件事没得商量 我需要长大和历练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不可以去 用的怎么了 妈 你看看 你看看 来 亦诚啊 希希 你们正好来看外公 就帮着小姨劝劝她好吗 不能让她去啊 阿姨啊 莎莎也是成年人了 她有自己的判断 你说是不是 希希 你想清楚了 那你就答应我 必须毫发无损地回来 但凡有一点点损伤 我就把你踢出大客户部 罚你去整理仓库 知道吗 阿密 你看 灵溪也有支援的经验 她都这么说了 肯定没问题的 你就放心吧 原来她们是你请来的说客是不是 反正今天我把话撂在这里了 不管任何人劝 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 莎莎 我给你爸爸救你一个女儿 你又是过敏性体质 从小娇生怪养 不要说去非洲支援 就是在国内一些偏远的地方 出差妈妈都会提心吊胆的呀 你爸 如果你一股省肺要去的话 那你就别认这个妈 好好说话 不要净说伤人的话 爸 莎莎 你也要理解你妈妈的心情啊 谢谢啊 是不是那个为 为什么天野报名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个傻姑娘 如果你真的担心她 你应该劝她 正确的方法是不让她去 你可不可以跟她一块去 你 你妈 你 你 妈咪 妈咪 你听一听我的想法好不好 天哥他决定去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阻止他 因为我也害怕 我像你一样 我软得硬得 我都跟他说了 可是他跟我说 我都跟他说了 莎莎 互相帮助 在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就有了 如果没有 我们可能都不会有 今天人类的文明